香港可以說是已經全面復償 不單止旅客開始回來 就連各類型的文化藝術和展覽都動起來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洋鴻 Helvin,一連兩集和大家談談香港文化藝術和旅遊的最新發展 重新展現香港的活力和朝夕 今天真的很高興 也很感謝楊潤鴻局長來到我們廠商會有得談這個訪問 很感謝局長 不要這麼說 我不客氣就叫你Kelvin 大家都認識了這麼多年 沒有問題 局長現在年輕人流行斜干族 飯數很多 我知道Kelvin你同樣周身都將來 做過專業的回計工作 加入政府在不同政策局工作過 上一年更加由教育局局長轉行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 其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是今屆政府為了更好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而設立 希望將香港打造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作為首任民體旅遊局局長 你如何理解文化藝術體育及旅遊三者之間的關係呢 你知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比國際社會的第一印象 往往是與錢有關的 未必很了解我們的文化和藝術 未來政府是如何撕走 撕掉文化沙漠這個黑板的印象 來增加我們香港的文化魅力呢 德國 你說得很對 今屆政府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成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將以往 例如文化和體育較多 在民政事務局的工作 以及旅遊加上創意產業 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工作 將他們兩者抽出來 就放在現在新的局裏面 其實目標就是看到 例如文化、體育、旅遊 以至於創意產業 其實幾個範疇之間 固然一方面 加強政府對他們的重視 加強社會對他們的注意 亦都加強業界之間 大家的向心力和政策上 更加能夠做一些政策出來 可以配合他們 令到四者之間 有一個協同的效應 過往很多人都說 香港會否是一個比較商業的社會 所以文化的重視程度 沒有那麼高 有些人以前 有人用文化沙漠來形容 但其實如果現在大家去看看 其實這個已經 我覺得已經完全不是現在香港的狀況 如果你抽開看看文化中心的活動 看看香港不同的表演場地的活動 或者看看我們那些博物館的不同的展覽 其實你會發覺 其實香港每一天 文化體育或者文化藝術的城市 或者一些活動都在發生 其中國家交給我們一個任務 或者一個工作 就是在十四五規劃項項中心 提到香港要定位 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教育中心 所以作為一個新的局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當然一個重任就是 要好好落實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從幾個方面去做 例如我們怎樣去發揮 我們香港固有的中外文化交匯的特色 以至於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 給予我們一些制度上的優勢 從而去將我們深厚的中華文化 透過我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 講好我們中國故事 講好香港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一部 重要的部分 不遲也聽到有人說 香港電影已死,樂壇已死 但其實90年代香港的電影和音樂 可謂是聖極一時的 人又出不少流行巨星 譬如哥哥張國榮 星爺周星馳 他們對亞洲流行文化影響深遠 雖然近年有幾部港產片的表房都很好 亦有一些歌手組合大受追捧 但都只是局限響本地受歡迎 暫時未見輸出國際 你認為香港的影藝發展 演藝這方面 有沒有條件回復昔日的光輝 我知道政府二流撥款 用來支持香港電影、電視和串流平台的發展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政府在未來會怎樣部署去幫助 香港流行文化和創意產業重新出發 過去十多二十年的確 整個流行文化界都會遇到一些轉變 當然在亞洲地方其他地方 他們有一個發展 其實你會看到文化的潮流 可能都是隨著在不同國家之間遊走 亦都是隨著那個時期是有上有落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有一個流行文化 帶動了整個區域 接著整個區域可能又在這個流行文化之上 自己又發展了一些東西出來 接著又帶領了一個區域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最近有幾套香港的港產片 在香港都很受得 現在有一部分也都在內地去做一個發行 我們都在看成果如何 因為雖然是港產片 有些固然在一系列的港產片裏 有些是很香港式的題材 但譬如有些也都可以 其實是就算沒有香港的背景 都能夠看得明白或者看得開心 譬如最近有些有關法庭戲 那些也都不是說 完全跟香港整個環境 是很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期望 香港的影片現在去找一些新的路向的時候 能夠找到那個潮流 能夠成為另外一個高峰 其實這幾年我們透過電影發展基金 都做了幾個計劃出來 包括首部劇情片 新進導演 資助去拍攝第一部戲 或者我們有一些資助計劃 在一些拍戲裏 我們都做了一些投資 令到那個拍戲更加能夠順利進行 去年第一份施政報告裏 也都提到我們有幾個計劃 譬如電影那裡 我們鼓勵香港的電影從業員 能夠跟亞洲一些地方的電影從業員 一起去合作做一些電影的創作 固然這個可以加強大家之間的交流 也都在題材那邊能夠擴闊大家的看法 令到電影可能在不單是香港市場 而是幾個市場都能夠有一個適應和接受 另外多兩個計劃就是 我們鼓勵電視的製作 因為我們過去那段時間看到 香港和內地有些綜藝節目的合作 似乎都找到一條新的路出來 幾受歡迎 我們鼓勵電視台繼續跟內地的電視台合作 或者跟亞洲的電視台合作 去做一些綜藝節目 希望可以在那裡有更加 給予更多的發展空間 還有我們都看到那個串流平台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多了人留在家裡 多了去看那些串流平台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計劃 就是資助一些人去拍一些串流平台的劇集 因為串流平台很多時候都要拍了一兩集 串流平台那些看了 覺得這個可以 他們會繼續資助 或者會給錢去賣 我們就變成在開頭的時候 我們給一些拍電影 或者一些劇集的人一些資助 讓他們可以容易進入串流平台 雖然是要發展文化藝術 甚至是在體育 不可以只是說金錢 亦都要講心 只是想著沒有錢賺 但我們就要不得不承認 要令到文化和運動發揚光大 始終要引入一些商界的投資 才可以自給自足 近年我們在創科和工業界 都在推動科技產業化 將科研的成果令到商品化 而我知道的 民體旅局也要推動 藝術事業產業化 和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 Kelvin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現在政府和初步有什麼想法 或者令到文化和體育 在這方面的經濟體系之內的活化和發展 以往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文化和藝術體育 都是一些花錢的東西 政府可能要投入很大 或者要求商界去贊助很多 令到文化和藝術發展 或者體育發展可以向前 這個在某些階段是對的 有些文化和藝術 或者體育項目 尤其是在初階段 需要政府去推動 才能夠發展得好些 但是長遠來說 其實在文化和藝術 或者體育中 我們都希望它能夠發展起一個產業 本身文化藝術或者體育 本身自己是能夠吸引一些觀眾 正說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 譬如我們那時候拍電影 或者電視節目 或者一些歌曲 或者廣東歌 本身已經是一個產業 因為它曾經很多人在裡面發展 也能夠為整個經濟帶動很多 體育同樣地 譬如我們現在經常說 七人籃球賽 很多遊客都會過來參與或者去看 遊客過來 其實本身也是能夠帶動經濟 我記得香港的歌星 利用演唱會 將文化產業做得非常出色 引致到其他國家也有抄襲我們 韓國 亦都帶動了那些歌星唱的時候 有些舞蹈藝員一起伴著 這些亦都帶動了體育或者舞蹈的產業 是的 舞蹈的藝術 另外一件事為何產業化呢 我們亦都希望可以給多些機會青年人 因為你如果靠政府的資助始終有一個限額 你靠商界的資助也有一個限額 但如果他自己本身是能夠帶動到經濟 自己本身是有收入 可以自己做到的話 他一路發展的時候 青年人參與的機會又多了 對我們下一代的青年人 更加有空間去發展自己想發展的事業 文化產物真是一個很大的工業 文化的輸出 講好香港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 這麼重要的一環 除了流行文化的輸出 國家亦都希望香港可以向國際展示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Kelvin局長 你覺得在商界經常都說 要加強加大大灣區的協助 要做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 在文化藝術方面 我們與大灣區有甚麼合作的機會 讓世界更多人感受到我們中華文化的魅力 我想這也可以有兩方面的看法 固然香港自己本身是一個中華文化交會的地方 例如舉個例子 我們在西九的故宮文化博物館 其實它展示的是北京故宮的一些藏品來到香港 我們用一個香港的方式去展現這些展品 令到西方的人來到香港去看的時候 和去到北京看有另一種味道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如果它本身已經有一個紅溝 那它就難一點去理解 但如果我們中間能夠將它那裡搭了一條橋 就令它更加容易理解 另外一個工作其實就是 我們怎樣去融入大灣區裏面 同一時間也都帶動 將一些大灣區不同城市 或者去裏面一些文化特色帶出去 通關之後 我們第一度當然是鼓勵我們的藝團 或者我們一些展覽帶到大灣區 和上面做一些正式的交流 同樣地也都歡迎大灣區的一些表演來到香港 在香港做這些表演的時候 就能夠吸引多一些外國的人來香港去看 同時我們有時候也會帶我們自己的藝團 出外國去做表演 也都可以考慮 其實跟大灣區的一些藝團一起出去表演 透過香港容易去安排 因為我們過往和外國有很多藝團的接觸 都比較緊密 也都有一個關係 我們去帶動國內一些藝團 和我們一起出去做表演的時候 也都能夠加深到大家的認識和理解 好 多謝Kelvin 楊潤雄局長 在這一集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推動香港文化和藝術的發展工作 正如剛才所說 民體和旅系三位一體 所以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說一下政府 如何推動文化和體育成事 為旅遊業駐入新的動力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有得傾 下一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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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